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存在句 汉语中用location word 加verb 加 noun phrase 表示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其中verb常常是放 写 做 住等 verb 之后面的 noun 一般是不确定的事物 如一本书 几个人 不能是这本书 周经理等定制的名词或名词短语 so in chinese the structure location word plus verb 加 noun phrase means there is something somewhere In this structure, the verb 放, 写, 做, or 住, etc. is often used, and the noun phrase is usually an indefinite object. For example, 一本书, a book, and 几个人, several people, rather than 这本书, this book, and 周经理, manager 周, 比如说, 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 我家楼上住着几个老师, 上面写着三百二十元。 我们来看一下存在句的结构, structure。 肯定形式, affirmative structure, 是 location word, 加 verb 者, 加 numeral, 加 measure word, 加 noun。 而它的否定形式, negative form, 则是 location word, 加没 verb 者, 加 noun。 我们要注意, 这里在 noun 的前面, 没有 numeral, 没有 measure word。 比如说, 桌子上没放着咖啡, 我家楼上没住着老师, 上面没写着多少钱。 在存在句的结构中, 带 这的形式, 表示静态持续, static continuous 的意味强一些。 除了这, 我们还常用有来表示存在, 这是最直接表示存在的一种表达形式。 除了表示什么地方有什么, 这种存在意义外, 不含其他的意义。 所以, besides the sentence with verb 者, We can also use sentence with 有 to indicate there is something somewhere, and this is the most direct way to indicate that meaning。 它的结构是 location word, 加有, 加 noun phrase。 比如说, 前面那儿有个银行, 银行对面有一个小超市。 外面有好多人, 停着好多辆车, 特别热闹。 饿了, 我包里有巧克力, 给你。 在第二个句子中, 我们有用有的sentence of existence。 我们也有用verb 者的sentence of existence。 现在, 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看一下大家掌握了没有。 我们来看以下几个句子, 请你们判断一下, 这些句子是对的还是错的。 1. 和森林一样, 海洋也生长着很多种植物。 2. 我们还是坐别的电梯吧。 你看, 电梯门上有着货梯。 3. 写着禁止停车这儿, 他们只好把车停在那边了。 3. 第一个句子是错的。 海洋不是一个location word, 是一个num。 所以, in the ocean, 我们要说海洋里。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海洋里也生长着很多种植物。 2. 第二个句子是错的。 如果我们用有去表示什么地方有什么, 它的structure应该是, location word加有加num phrase, 没有这。 所以,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你看电梯门上写着货梯。 或者可以说, 你看电梯门上有货梯两个字。 3. 第三个句子是错的。 写着禁止停车这儿。 Verb 遮, noun phrase, location word。 这个顺序是不对的。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location word, 加verb遮, 加num phrase。 所以, 我们应该说, 这儿写着禁止停车。 我们来看排列句子题。 请你们按照正确的顺序, 把这些词语排列成一个句子。 1. 放着裤子床上一条。 2. 河里有一种遮黄色的小鱼。 3. 一个免费前方五百米左右停车场有。 1. 第一个句子应该是, 床上放着一条裤子。 2. 第二个句子应该是, 河里游着一种黄色的小鱼。 3. 第三个句子应该是, 前方五百米左右有一个免费停车场。 3. 以上就是对存在剧的讲解和练习。 3.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 4. 希望大家顿顿顾习和练习。 5. 同学们,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5. 下次再见。 5. 下次再见。 5. 下次再见。